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尺子的构造 分别是一个外轮廓和一块袖子的模板 袖子的模板因为有内轮廓的存在 所以作用并不大 可以当作一个辅助的画板使用 接下来就带大家演示一下如何使用模板 模板上大家可以看出来有个F和B F就表示这一半边是前片部分 B是后片部分 上半部分是上妆 下半部分是下妆 中间是袖子 那么我们再来熟悉一下 如何画出圆形衣片和裤片 以上衣前片为例 先描出外轮廓 接着标记出这三个点的位置 用尺子完善底边和侧缝 这样上衣前片就画好了 这条底边大家不用担心会画歪 可在织板前就画出水平线 再让模板对齐就可以了 视频里因为想让过程完整些 所以在这里一起画完了 上衣后片也是同样的方式 最后是下妆 画成单片的方式同前面一致 但为了方便制作 我们还可以做成一片式 不过需要提醒大家在画一片式时 侧缝点的位置也标记好 再按照轮廓描出来就可以了 描好后的纸样 大家可以套在娃娃身上试个样 圆形因为加了松量 所以比较宽松 如果套在胖胖体身上是撑满的状态 这样我们的使用教程就讲解完毕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感谢观看